根据统计,台湾一年有8万人中风 男生的风险又高于女性 希望大家与爸爸健康过节 中国药大学附设医院与林增脸13基金会等单位 合办中风防治活动 现场提供血压、骨质密度检测等多项检测 进行初步的健康把关 中风专家呼吁均衡饮食不要过咸过淡 加上做习规律以及定期运动 让胆固醇的维持标准范围内就能够反反 红隆隆的鼓声为现场注入活力跟气势 紧接着交棒到贵宾们的双手 将中风要统统击退 台湾一年有8万人中风 男性的风险又高过于女性 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的来迎接父亲节 中国复医与林增脸慈善基金会等单位 来合办中风防治活动 我们注意自己的健康就等于照顾了我们家人 不让家人担心 那今天的活动我们过去 我们就着重在脑中风的预防 还有防治的宣导工作 从血压体脂肪还有骨质密度等检测 来为民众的健康做初步把关 而现场更邀请到了出血性脑中风多年的患者张先生 来分享治疗附健后的心路历程 要唤起大家重视并有所防范 非常辛苦啊 对 因为我一只手一只脚都没有预期 完全没有预期 我从不会动 现在复健到能够从晚上走路 对 靠这医疗团队 复健团队还是自己的努力 可以年龄增加 血管变得要更年轻 要怎么做 第一个饮食 我们要吃对身体维持年轻化的健康食品 第二个要运动 吃的过度清淡 我们的胆固醇太低的话 我们就会有脑出血的风险就增加 所以我们胆固醇要维持在20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 每个人一身有六分之一的几率会发生中风 而只要维持身体健康 让胆固醇维持在正常素质 就能够避免掉中风的风险 而透过活动 也再次提醒大家要正式中风疾病 记者连加话 台中采访不到